委員長你好 委員你好 各位部長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跟防疫紓困有關的预算部分的問題 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現在我們知道 就是防疫然後檢驗的部分是很重要 剛好30多年前我就在做核酸的定序 然後做免疫分析 所以現在整個病毒的檢驗我是非常熟悉 最近我們也看到醫檢人力他們很辛苦 就是說要有醫檢師的資格 他們才能夠做檢驗分析 這個檢驗分析在我30多年來的經驗 就是他要很專心 然後要很專注要很小心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病毒是非常危險的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也知道有些檢驗就是兩次 negative一性也不一定是確認 所以我也看到部長這邊也說 至少要三次一性反應才確認是沒有感染 那現在就是說這個醫檢的人力 明顯可能未來會更不足 那再看到預算編列裡面是沒有編這個 那等一下再請 好 下一張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預算編列 就是在快篩或者是在相關研究 有看到這個衛福部有編9億多 有看到公研院有編1億2千萬 這是積極部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就是在國內頂尖的這個研究團隊 應該就是中央研究院還有國衛院還有科技部 不過中研院跟科技部這邊是沒有編列的 那整個在疫苗研發或者是病毒篩檢這個部分 就是未來就是非常重要 國人也很期待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說政府能夠整合所有的團隊 包括中央研究院這個優秀的團隊等都可以趕快來投入 那相關的預算到底怎麼樣來執行 那我們先請回答一下 至於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科技新藥檢驗的 相關的費用是編了9700萬 那跟中研院國衛院我們有相關的合作計畫在進行 我們大概現在最主要給中研院做的就是我們這個治癒後的血清 讓他們去抽取抗體做相關的研究 那國衛院在那邊就是發展我們的BioBank 所以他們都會未來都會投入就對了 中研院國衛院科技部 對都有相關的合作計畫都在進行 但是科技部沒有編就是因為很多大專院校相關的那個科系研究所 其實是有非常多優秀的人才 那我在這裡也是希望科技部這些能夠有能夠讓學校有更多的人員參與 我們在檢驗送宴的費用 這是檢體的送宴費用 我們總共編了將近 那人力不足呢 將近12億 那當然我們跟醫檢師工會也在談 都怎麼樣事實來調配適當的人力來做這個事情 謝謝 好那我們下一張 再來就是針對經濟部的部分 經濟部就是這次是編了最多的預算 就是編了200多億 那其中就是有21.8億是用在研發相關的 但是因為研發沒有一個標準就是給的標準 所以我們可能會覺得說這個好像在發紅包 那發紅包的標準到底是怎麼樣 好當然是紓困啦 但是就是說未來就是這麼多的預算要給紓困這些產業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有一些所謂的限制的條款 譬如說他有這個惡性裁員 或者是違反勞基法 或者是違反這個衛生安全相關法規的這些企業 我們能夠在這個限制的一些範圍 好下一張 那另外經濟部我們也看到一個比較有問題的那個預算編列啦 就是所謂大型展場 那大型展場活動這邊是相關的編了1億5千萬 那1億5千萬呢 我們知道這個病毒大家就是盡量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去活動啦 那你又辦這個展場的預算 那展場的預算雖然你有這個預算 但是可能人家也不敢來 那我們也不敢確定說現在疫情是不是有降溫了 確定就是安全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預算是有一些問題有一些爭議 那另外在觀光產業旅行社這邊的紓困或者是補償之類的 我們知道交通部已經有編了啦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是建議就是要再檢討 那是不是請回答 我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部裡面針對大型的展場活動 請我跟委員報告 這是剛好疫情緩和了下半年這裡 我們很半年沒做生意 後半年沒做生意 比較安全的時間 不過現在就是很難證明說這個病毒 它是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人是沒有症狀的代言者傳播者 所以我還是要建議就是說這個要很確認安全的時候 我們再去鼓勵做舉辦這樣的活動 我會來注意 委員你們在關心的就是在說這些固本計畫 這些所謂的這些研究發展 這些主要就是要讓這些有心 這個時候把這些研發人力努下來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編列能夠細部計畫訂得更明確 好讓相關的勞工或者是這個員工可以確定能夠達到這個錢 而不是只是掉落入這個業者的口袋 好謝謝 謝謝 好那我們下一張 好再來就是我們要請內政部 內政部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疫情 我們也從媒體看到有一些移工 那移工裡面呢就是我們也擔心就是有所謂的失聯移工 那失聯移工就是所謂的他不合法 那不合法他如果可能染病或者是已經染病 那他不敢講 因為他如果講的話他可能會被罰或者是被遣送等等 那但是呢如果他越不敢講 然後他把這個疫情再去惡化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也要請政府注意 但是內政部在這一次預算編列是沒有編的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在預算編列能夠也把內政部納進來 那未來跟勞動有關 勞動部或者是移民署在移工這個部分 看怎麼樣來做更妥善的防疫的這個預防的措施 好請 跟委員來做一個報告跟說明 事實上我們移民署在這一次的特別預算裡面 也邊有相關的一些預算當然大部分都會在加班費通報 防疫的器材等等 其中對於有關我們四連移工的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也仍然在啟動相關的自行道案 剛剛委員怕說現在要抓他走不走 事實上如果他是生病他有病的話 他縱然是四連移工他也知道這個狀況 他還是願意留在台灣 為什麼他要必須去自首 他自首他就自首我們把他移合來讓他走 我們有要把他管就對了 台灣不是說他要管會員 怎麼放就怎麼放回去 我們也不可能這樣 我們是一個很注重人權的國家 那另外就是他們只要來 我們用自行道案的話 那當然他會有一些比較優惠的措施 比如說我們免收容等等 但這一部分其實 現在有編了啦 我們有在處理 因為我的時間比較寶貴 委員放心 我們都有在準備啦 好 謝謝 那下一張 再來就是也是內政部就是救護車 因為我們知道救護車這邊是消防署這邊負責 那我們也沒看到消防署有編預算 所以未來我們是不是請政府這個部分 因為救護車這邊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很危險的 所以他的配備是要高規格的 而且人員是要經過很專業的訓練 這樣他們才可以保護別人保護自己 那因為我們沒有看到預算編列 所以是不是這邊也解釋一下 我想我們的救護車相關的編列跟人員 都應該在現階段來講是相當足夠 我們這一次有支援的13輛 是從桃園調度過來去支援有關 包括鑽石公主號等等 他們回來的時候去幫他們再回來 但是如果疫情再發燒 需要更多的救護車那怎麼辦呢 現在我不知道有多少部 那就是說請內政部要未雨籌繆 再去做更多準備 另外就是我們也有跟衛武部會做相關的聯繫 我們車上現在我們消防署跟各個地方的消防局 都有最高級的救護員 人員夠嗎 人員當然如果要看疫情發展到什麼程度 現在來講是沒有問題 先編預算再去做人員的訓練做儲備 人員我們是隨時在訓練 我跟委員報告 我現在並且要求譬如說我們的義男 只要到成功領受訓 每一個人都一定要拿到EMT第一級 你才可以結業 這個是以前沒有做過的 謝謝 謝謝委員 那我們下一張 那再來我們看這個旅遊業了 交通部這邊有編就是做旅遊的培訓課程 那有一些項目是有編 但是在生態旅遊文化旅遊 我們也希望交通部能夠 因為目前這些都是非常夯的旅遊方式 所以是不是交通部也可以把這些項目也列進來 有會列入 反應非常熱烈 在這個導遊領隊的培訓上 他們現在都非常積極已經在申請 好 謝謝部長 好 下一張 好 再來 那再來就是剛剛也有委員有提過 就是所謂的漁業的紓困 那我們知道現在就是石斑魚的產業 已經很多技術到中國 所以中國可能有一些產品又請銷到台灣 不過我們知道下一張 現在很多相關的這個 譬如說石斑他的養殖戶已經越來越少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紓困 是不是請農委會也多注意 就是能夠再振興轉型 或者是開拓其他國家多元的市場 能夠做多一些這個支持 是 謝謝委員的建議 我們這次的雨有兩個受影響 一個就是五花魚一個就是石斑 五花魚現在產量快結束 那因為院長之前就有交代 在即使條例還沒通過之前 那農委會我們在二月就已經處理 處理完以後他產地價格 每台金唯一百零五 現在已經超過一百二十塊 五花魚比較沒問題了 那五花魚跟石斑外銷的部分 有七成跑到中國市場 所以我們這次石斑魚 我們把路上的他大概養得比較小 我們再到襄養殖 所以可以到美國歐洲其他國家 有在做這方面的轉型的多元的 而且這次的預算裡面有14億 就是要擴充其他的外銷市場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再看下面 那下面就是有關那個 這個所謂的底用券 底用券的部分 那這次底用券我們看到 就是主要補助縣市政府 在去輔導下面的這些攤販什麼的 那因為攤販有合法 有不合法的 還沒有列入管理 那這次的這個預算 是不是可以加強 把整個這個夜市啊 或者是這些店家 能夠做更好的管理 讓他們納入這個管理 謝謝 這個我們會利用這個機會 來好好來清理一下 這個有需要 是 謝謝 謝謝 好 在下面 好 那就是這樣 那最後有一點時間 我們要請院長來這個發言一下 就是剛剛我提的這些問題 我們在紓困 這一次 我們知道對於這個肺炎病毒 他對我們的威脅 對全球的威脅是很大 那最前面我提到的這個研發 研發的部分 還有相關部分 我們是不是也請院長來回答一下 謝謝委員指教 委員所講大概也就是 我們這一次編列特別預算 所分的三大類 就從防疫 包括委員舉例 像檢驗師 培訓或者人數夠不夠 或者經費有沒有特別編列等 剛才部長已有說明 第二個 就是相關受衝擊產業 從交通航空 一直到特別的 營發旅遊 生態旅遊 種種 一直到現在 所舉的例子 有關業事件 這個理用件 這個相關 這一些產業 就是除了要讓它紓困之外 還要藉這個機會 轉型升級 這些 就在這一次的預算 雙方 有一點 一磅 一磅 二磅 二磅